今天我们讲解第六讲 Web Service及应用 在这一讲当中 我们讲解五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简单的介绍 什么是Web Service Web Service的模型和实用求成 再讲解Web Service的协议 最后再讲解一道典型的历史 首先我们来看 什么是Web Service Web Service是解决应用程序之间 相互通信的一项技术 严格的说 Web Service是描述一系列操作的介绍 它使用标准的规范的 XML描述接口 这个描述当中 就包括了 与服务进行交互 服务所需要的全部的细节 就包括消息的格式 传输的协议和服务的位置 而在对外的结构当中 它又隐藏了服务所实现的细节 只提供一系列可执行的操作 这些操作是独立于软硬件平台 和编辑服务所用的编程语言 Web Service Web Service 它既可以单独使用 也可以同其他的Web Service 一起来实现复杂的商业功能 那么我们抛开这些 3-2的复杂的一些定义 我们用一句话可以概括 目前广泛使用的 Web应用和Web Service的区别 那就是Web应用 它是面向拥护的 而Web Service 是面向计算机的 所以面向计算机的特性 赋予了Web Service 巨大的潜力 和广阔的应用空间 因此使Web Service 成为各大厂商 所追捧的一个对象 也是IT 最近这两年 比较火爆的一种技术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看 什么是Web Service的模型 它究竟是怎么样的 在Web Service的模型的解决方案当中 一共有三种工作角色 分别是服务提供者 服务提供者 和服务注册中心 那么通常来讲的话 我们讲服务提供者 是服务器 服务提供者 是客户端 其中在这三个角色当中 服务提供者 和服务提供者 是必须的 而服务注册中心 这是一个可选的角色 它们之间的交互和操作 就构成了Web Service的体系结构 服务提供者 定义并实现Web服务 然后将服务描述 发布到服务请求者 或者是服务注册中心 而服务请求者 使用查找 这样一种操作 从本地 或者服务注册中心 来检索服务描述 然后使用服务描述 与服务提供者 进行绑定 并且调用Web服务 就是这样一种三角关系 那么具体来讲的话 服务提供者 也就是Web Service的所有者 包括企业 ICP 所以这个角色 它负责的是定义并实现Web Service 使用的是服务描述语言 对Web Service进行详细 准确规范的描述 并将这个描述 发布到 服务注册中心 以便跟服务请求者 查找并绑定来使用 而服务请求者 它是Web Service的使用者 虽然Web Service 免向的是程序 但程序的最终的使用者 仍然是企业或者个人 从体系结构的角度来看 服务请求者 是查找和绑定 并调用服务 或者是与服务进行交互的应用程序 服务请求者 这个角色 它可以由浏览器来担当 而由能或者程序来进行控制 服务注册中心 是连接服务提供者 和服务请求者的一个纽带 服务提供者 在这里面来发布 他们的服务描述 而服务请求者 在服务注册中心 来查找他们需要的 Web service 我们前面讲了 在某些情况下 服务注册中心 它是整个模型的 一个可选的角色 比如使用精态榜令的Web service 那就服务提供者 可以把描述 直接发送给服务请求者 这个时候 它就不需要有服务注册中心 在没有服务注册中心的Web service当中 服务请求者 可以从其他来源得到服务描述 例如使用文件 FTP的站点 微博站点 广告和服务发现 或者是发现微博服务 像这样一些地方 一些来源 可以找到服务的描述 对于Web service模型当中的操作 主要也包括三种 一个是发布 就是发布服务描述 一个是查照服务描述 一个是根据服务描述 绑定或者调用者服务 这三种操作是可以单次的出现 也可以反复的出现 就发布 它是为使用 为了用户能够访问Web service 由服务提供者 需要发布服务描述 使得服务请求者可以查找 而查找的话 在这个操作当中 服务请求者 直接检索服务描述 或者是 在服务注册中心 查询所要求的服务类型 对于服务请求者 可能会在生命周期的 两个不同阶段当中 牵涉到查找操作 那么是哪两个阶段呢 可能是设计阶段 也可能是运行阶段 在设计阶段 为了程序开发 而查找服务的接口描述 在运行阶段 就为了调用 而查找服务的位置描述 所以这是查找的操作 第三个操作就是绑定 那么在绑定操作当中 服务请求者 使用服务描述中的绑定细节 来定位 点系 并调用服务 从而在运行时 与服务进行交互 那么我们在面向对象技术里面 也讲到了绑定的概念 有动态绑定和精态绑定 那么weboservice也是一样 它也有动态绑定和精态绑定 在动态绑定当中 服务请求者 通过服务注册中心 查找服务描述 并动态绑定和weboservice进行交互 而在精态绑定当中 服务请求者 实际上已经和服务提供者达成了默契 通过本地文件或者其他的方式 直接和weboservice进行绑定 所以简单的讲 动态绑定是通过服务注册中心 而精态绑定是直接与服务提供者进行绑定 所以整个weboservice的模型当中 有三种不同的工作角色 和三种不同的操作 目前来讲 在internet上 已经有了不少的weboservice可供使用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来使用这些weboservice呢 W3C它也制定了一个weboservice的使用求成的标准 就像我们鼻目上这个图所显示的 那么在我们这个图当中 每一道线当中都有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的大小就代表了消息发生的先后顺序 在使用weboservice的时候 首先就需要服务提供者 将weboservice的描述信息提交到服务注册中心 也就是我们这个图当中的发现服务 而不是查找weboservice 当找到了合适的weboservice以后 那么发现服务或者服务注册中心 就将返回请求者所需要的weboservice的描述 并不是马上就等服务提供者 进行weboservice的调用 它首先需要同服务提供者统一各自的语义 所以第四五是统一语义 这个统一语义的目的 是保证可以相互理解对方的请求和响应 类似于一种协议在这里 当然服务请求者 他可以按照服务提供者规定的语义的信息 来进行服务调用 但是更合理的做法 使双方都遵循一个共同的行业标准 所以这个标准可以由一些相关的行业协会来制定 这样当一切准备工作都完成以后 服务者就可以直接同提供者进行交互 所以在第五步是进行交互了 所以这是Web Service的一个使用的条程 只分为五个步子 首先是提交或者叫发布 然后再查找 查找有的话就返回信息 返回信息以后 统一语义最后的交互 这样一个条程 在统一语义我们刚才讲了 这里使用的是一个标准的一个东西 那么这其实就是一个协议 所以下面来我们来讲解Web Service的有哪些协议 随着Web Service技术的发展 W3C它也提出了Web Service的一协议展 就像我们这个图一样的 在协议展的下层 是网络通信的部分 Web Service它继承了Web的发运方式 使用了HTTP来作为网络传输的一个基础 除此之外 Web Service还采用了其他的传输协议 包括SMTP FTP GMS和IOP 这样一些通信协议 在消息处理方面 在消息处理方面 Web Service使用了SOP 这样一种简单对象访问协议 我们后面会具体的讲 在消息处理这一块使用的SOP协议 由它来作为消息的传送标准 在这个上面 那就是Web Service的描述语言 叫WSDL Web Service描述语言 使用它来描述Web Service的访问方法 而位于最顶层的 是同Web Service和应用程序 以及Web Service之间相互集成相关的协议 其中包括发现集成的路口方面 所以在这一层上面 主要是一些UDDI协议 UDDI是一个动态发现协议 我们在后面也会进行介绍 所以除了底层的传输协议以外 整个Web Service这个协议站 是以XML会基础的 是XML会基础 XML的语意的精确性和灵活性 就赋予了Web Service强大的功能 这整个Web Service的一个协议组成情况 那么接下来我们介绍它的几个主要的协议 第一个就是这个Suppo协议 Suppo协议 它就是简单对象访问协议 它是一种基于XML的协议 通过Suppo应用程序 可以在网络当中进行数据交换 和远程调用 像我们屏幕上这个图 就显示了Suppo就显示了Suppo在网络应用程序之间 交换交换数据的方式 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Suppo它能够达到在网络上传输数据进行交换 所以它的实际上是一个基于XML的RPC的标准 远程过程调用 那么它与RPC标准的一个科码 COME和刀COME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先简单的讲一讲 科码或者COME它的概念 科码也就是公共对象请求代理结构 公共对象请求代理结构 它是由对象管理集团OMG组织制定的 是一种标准的 免向堆向的应用程序的体系规范 由堆向请求代理 ORB堆向请求代理 堆向服务 公共设施 预约接口和应用接口 这几个部分组成 它的核心就是ORB ORB就提供了一种机制 使对象可以透明的发出请求和接收响应 分布的副操作对象 可以利用ORB 勾造副操作的应用程序 因此 ORB可以简单的看作 是对象之间建立的 客户和服务关系的一个中间键 基于ORB 客户可以透明的 调用服务对象所提供的方法 这个服务对象 既可以与客户运行在同一台机器上 也可以运行在其他机器上 通过网络与客户进行交互 ORB 它截取客户发送的请求 并负责 在软件总线上 找到实现这个请求的服务对象 然后再完成参数方法的调用 并最后返回结果 这就是科报 它的远程过程调用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COME和DECOME 对象 就组件对象模型 加个D 表示翻译步式的 翻译步式 勾件 对象模型 或者组件对象模型 勾件对象模型 翻译步式的 勾件对象模型 这是微软公司所提出的 翻译步式的 勾件对象模型的一个标准 它支持 在直运网 广运网 甚至是 internet上 不同计算机 对象之间的一个通信 DECOME 是基于COME的应用程序 勾件 工具等 来处理网络 低层次的细节问题 因而本身不必关心太多的 网络协议细节 使用户能够集中精力 解决自身所要求的问题 所以DECOME 它是位于应用程序的 勾件之间 将勾件 以不可见的方式 组合在一起 形成具有完整功能的应用程序 我们明确了COBA和COME和DECOME 的概念以后 我们就可以弄清楚了 SOP 它不是同一层面上的一个概念 SOP 它是一个基于XML的分布式的对象通信协议 COBA 它是分布式应用的服务标准 COME和DECOME 它是一个勾件模型 所以无论是COBA还是DECOME 它都可以使用SOP 作为分布式对象通信的标准 当然除了概念上的区别以外 它们三者之间还有其他的一些差异 你像采用COBA或者是COME DECOME所勾造的应用程式 它就不能呼应 它两者之间也不能进行协助 但是SOP 它可以在这两者之间接力联系 能够实现COBA和DECOME的整合 第二个差异 是SOP使用的是XML来进行编码 是一个开放式的协议 SOP本身并没有定义信息的语义 服务质量 服务质量 事务处理 这样一些问题 但是COBA和DECOME对这些问题都具有效应的约定 第三个差异 SOP它仅仅仅是一个对象通信协议 它类似COBA当中的IOP 是一个层次较低的协议 而相对而言 COBA和DECOME它的协议 这要复杂的多 第四个差异 SOP是与应用平台完全无关的 虽然COBA也可以在各种平台上运行 但是COBA只能采用 等COBA标准的应用程序来进行通信 COBA只能与COBA进行通信 而COME和DECOME它只能在微软的平台上 也就是Windows视频的当中来应用 所以这是我们简单的比较了 SOPE,COBA,COBA,COBA,DECOME 那我们可以简单的把SOPE理解为 HTTP加上XML再加上RPC 也就是SOPE等于 HTTP加上XML 再加上RPC 所以在这里面 所以在这里面 HTTP是网络中的通信协议 XML是数据格式的协议 虽然我们将SOPE理解为RPC 它并不是十分准确 为什么叫不是十分准确呢 因为跟我们刚才的比较 SOPE并非单纯的远程过程 它要强大的多 但是我们以RPC的观点 来看待SOPE的话 就有助于我们体检 这个SOPE协议 它也是一个远程调用的过程 由于SOPE它所采用的是XML 和HTTP 来封装通信的消息 所以SOPE它需要增加XML解释 和HTTP传输的额外的开销 但是SOPE同时 也继承了XML和HTTP的优点 你像这个严格的语发格式 就是XML在Internet当中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这也是SOPE具有它的一些优点 那么它的第二个席 就是WSDL 也就是Web Service描述语言 这个席 这我们都知道 在通常的开发过程当中 对象接口 一定要具备相应的 开发的描述文档 Web服务 它也是一种对象 是一种被部署在Web上的对象 所以很自然的 我们也完全需要 由对Web Service这个对象 来进行描述的一些文档 当然这两者不完全相同 一个是目前在Web上的应用 已经完全接受了XML这个基本的标准 而WSDL它是基于XML的一个标准 第二是Web服务的目标 它是即时装配 松散偶合 以及自动集成 这就意味着开发文档 应当具备被机器识别的能力 也就是说 对于使用标准化的消息格式 和通信协议的Web Service 它需要以某种结构化的方式 比如XML 来对Web Service的调用和通信 加以描述 要实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Web Service即时装配的一个基本保证 所以这个WSDL它包含了一套基于XML的语法 将Web Service描述 为能够进行消息交换的服务访问点的一个集合 WSDL它定义了可以被机器识别的文档 同时 WSDL还可用于描述自动执行应用程序 在通信当中所涉及的细节问题 所以WSDL的目标是描述如何使用程序来调用Web服务 所以我们可以把WSDL提解为Web Service的一个标准 一个文档的标准 或者是是Web Service的一个接口定义 对于服务提供者来说 他们既需要描述他们提供的Web Service是做什么的 还要描述如何使用他们提供的Web Service 所以这是Web Service描述语言 那么处在上任的我们前面讲了是UDDI UDDI是统一描述发现和集成 所以UDDI就提供了 一种Web Service的发布查找和定位的方法 我们可以将UDDI提解为一种目标服务 Web Service的提供者就使用UDDI 将服务发布到服务注册中心 在这里将它发布到服务注册中心 而Web Service使用者又使用UDDI来查找并且定位服务 所以UDDI除了目录服务之外 它还定买了一个用XML表示的服务描述机构 所以UDDI是在收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层次 最高的一个层次 通过UDDI 那么不同的企业可以以统一的标准来描述 最简单的就是直接发布了 这个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 是东台绑定与金台绑定的问题 所以UDDI它只是提供了一发布方式当中的一种 并不是全部 那么首先来讲的话 UDDI的注册中心就可以为程序 或者是程序员提供Web Service的位置和技术信息 服务提供者可以向专用的UDDI接点发布服务的描述信息 而服务的使用者就可以动态的查询 并连接到特定的Web Service 所以我们可以将这几种服务 在这样一些桌标系当中 所以中桌标独亮的是服务发布的能力 横桌标受独亮的是发布的灵活性 所以从这个桌标当中我们就可以发现 UDDI的发布方式是功能最强的 灵活度最高的 而其他的几种 就是 WSDL 在下面的 有一些 是Disk或者Edith 这两者都定义了 一个从Gating的URL 获取Web Service描述的机制 但是这种简单的 获取服务描述的方法 它不能够完全满足 动态的电子商务模式的一个要求 所以它相对于UDDI而言 它的功能要录得多 所以总的来讲 UDDI它是功能最强的 定义获得最高的一种Web Service的发布方式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们简单的介绍了Web Service的概念 模型 使用条程 协议 这样一些基础指示 那么下面 我们来看一道 典型的列印 这是2006年5月的一套实体 某单位正在使用一套CS模式的应用软件系统 现在需要升级为BS应用模式 但是需要保持业务的填须性 开发能源提出 用Web Service作为中间层的接口进行开发 那么下面三个问题 第一 请用120字一类文字 从业务的基层性 升级成本和扩展性三个方面 简要说明开发能源所提方案的优点 所以现在升级原来是CS模式 现在升级为BS模式 但是需要保持业务的填须性 所以开发能源提出用Web Service 来作为中间层 那么这样有什么优点呢 第一 开发能源它就不需要重新设计业务模式 只需要在原有系统的界面和中间层 添加Web Service 这样就能够继承原有系统的所有业务 第二个优点 是有可能花费比较少的开发时间和工作量 将系统升级为BS业务模式 这是因为它不需要重新设计整个业务模式 所以节约了开发时间 也节约了工作量 第三个优点 就可以不修改原有的Web服务和中间层 而可以直接扩展新的服务 总的来讲的话 从基层性 升级成本和扩展性三个方面来考虑 基层性有一个优点 就不需要重新设计业务模式 在成本这一块 可以节约时间和工作量 在扩展性这一块 它可以不修改原有的Web服务和中间层 直接扩展新的服务 第二个问题 Web Service 这三个基本技术是WS,DL,SOAP,UDDI 它们都是以XML为基础来定义的 请用120字一类文字简要说明这三种技术的作用 有关这三种协议 我们刚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下面我们再简单的总结一下 WSDL是Web Service的描述语言 用于描述 Web Service的服务接口绑定 这样一些信息 会服务的使用者或用户提供详细的接口说明书 SOP是通信协议 用于以服务的方式在internet上发布有用的程序模块 UDDI是提供了一种统一的发布查找和定位Web Service的方法 我们可以简单的归纳这三个技术的作用 第三个问题 服务注册中心 服务提供者和服务请求者之间的交互和操作 构成了Web Service的体系结构 如读所示 这是实体所割出的图 请用180字一类的文字 说明这三者的主要功能及交互过程 这个问题我们是在讲Web Service的模型的时候 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不再重复 所以从这个题目来看 所考察的是有关Web Service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定义 所以在这一讲里面 我们简单的介绍了Web Service的定义模型 使用求程和协议 有关这些概念性的东西 我们一定要掌握 那么这一讲的讲解到此结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